我們下一位嘉賓是公立醫院前線的醫生 黃醫生 我們有請黃醫生上台和我們分享 多謝 香港市民大家好 我是公立醫院急症室的黃醫生 這個是我的委任證 其實我也不明白的 公職人員做公職 或者要用一些身份去見人的時候 都是要有委任證 我想這裡沒有什麼人認識我 如果沒有委任證的話 根本就不知道是誰 第一件事我很想多謝 有前線做過義務急救員的FA 多謝你們 因為多你們一個 真的很多 為什麼這樣說呢 大家都記得6月12日在金鐘 亦都是在這個反送中 運動第一次有暴動定性的那一天 那個地方 我當時是在上班 所以我不在場證據 但是有很多傷者 會來我的部門看醫生 去別的醫院看醫生 而我是知道 來看病的病人 是因為來看病所以被捕 有人被告暴動 我想這件事是對不單止香港人 我想尤其是對前線的醫護人員 尤其是那些部門 有人被捕的醫護人員 是呈天迫力的 因為想不到一個 理論上是安全的地方 病人 傷者 距離醫院 求診 那麼我們醫護人員 就要醫他 是吧 應該是一個 病人可以安心養病的地方 但是那天 有幾位 香港市民 因為來看醫生 所以被捕 之後怎樣呢 之後就沒有人來看 我想剛才聽過錄音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而大家都知道 如果在示威現場 無論你是有不反對 還是沒有不反對通知書 或者你是經過附近 或者可能 是 傷勢 可能和 警察不容許的一些行為 有關係的話 你都不敢來看醫生 因為醫院 真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六月十二號 那天 是 到了今天 我仍然覺得 公立醫院 是很危險的 大家都有收過很多 訊息 或者Telegram 就說 甚麼事斷 有些甚麼人上班 去哪間醫院 求醫做得安全 哪間不安全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就覺得全部都不安全 因為你想想 你發生了事之後 當然會有些被捕人士來 是吧 有些被捕人士來 那就是會有警察 那你有警察 那你是一個未被捕人士來 讓他見到 你會不會成為一個被捕人士呢 那是很有可能的 是吧 所以 所以 就算有很多這些 Telegram 的訊息 或者哪裡來的訊息 都好 去哪間醫院 安全 其實我都 我都沒有甚麼見到 會真的有來 但剛才馬醫生都說 千萬不要因為怕 而不去看醫生 但是很多地方可以看醫生 很多人 好像剛才那個 Hidden Clinic 那樣 我想他們都幫到很多手 現在是很多不同的渠道 朋友的朋友也好 或者是 流傳的熱線電話也好 其實很多人 是去了這些地方求醫的 只要那些傷病 是有即時生命危險 或者是即時有殘疾的危險 其實很可能 他們當日 可能是有一些緊急的處理 或者是 當日有人看了他們之後 覺得不需要馬上去醫院 那他們就沒有去 可能過幾天才去 也都可能去公立醫院 我想現在就是 香港人看病的模式 就是 我想六月之前 一個正常的人 在一個發展這麼蓬勃的 國際大都會 有病你們會去做什麼 去醫生去醫院 現在不是有病 不去醫院 有很多不同的渠道 要打熱線 要找朋友的朋友 要去安全的地方 那個人是否安全 是很多 是很多壓力和擔心 我們作為前線醫護人員 其實是很痛心的 因為不是我們做得不好 對吧 在2017年 香港才剛好 過了日本 成為全世界最長壽的地方 在沒多久之前 一月流感大爆發 跟著高立院爆煲 有一系列的醫護集會 有一系列的報道 大家都發覺 原來 香港的公共醫療 是用 所謂 蔗渣的價錢 越煮出燒鵝的味道 其實我們一直都做得不錯 香港人也很信任我們 為什麼 那些人 會這麼怕來醫院看醫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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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台上 都聽到台下 都喊了很多答案出來 歡迎 大家在說警暴、濫暴 警察令到示威者不敢來看醫生 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件事 就是醫院是誰管的呢? 管醫院的人有沒有用盡辦法 令到病人再次對公立醫院有信心求診呢? 所以前線醫護尤其是公立醫護 我想在很多人心目中或者形象 是比較不聽話 聽政府話 很多醫院有連儂牆 也有很多醫護的集會 所以這件事完了之後呢? 如果你們不贏呢? 不單止你們輸我們都輸 因為一定被人清算 我就很擔心這件事 最近立法會選委員會主席 大家都知道陳佩賢議員是醫生 他做不到主席 政府主席 都不是醫護人員來過 我想背後的用心或者計劃 可想而知 又說回之前一點 上年的年尾 今年的年頭 醫院迫爆 流感高峰期 迫爆 我又不知為何 醫院管理局成立了三十幾年 好像第一年知道有流感高峰期 這件事 流感就連年都有的 醫院管理局成立了三十年 因為以前的醫務衛生署 搞不定 所以要成立一個新的醫院管理局 去搞定 現在搞不定 搞不定那怎麼辦呢? 他不是正本清源 而是 很多的討論 就是這個不關醫院局 就是政府 或者說輸入 外地醫生 內地醫生 所以 我想經過幾個月來 這個反送中運動 不單止普通香港市民示威者 甚至乎是 執法人員 都知道我們前線醫護人員 其實是秉持中立 和服務所有市民 例如721那個白衫人 他當場 是心臟躁停 我們香港做過 研究 就是這一類病人 他的生還率 是低於3% 因為沒有人 就是因為很少人 會懂得做這個院前急救 包括心外壓 體外去簽戰 但是 當時我們的救護員 他就是專業 他不怕有很多白衣人 在那裡 他是評估了現場 可能有危險 但是他有個病人在那裡 快要死了 要救了 他不會轉轉 等40分鐘找增援 結果白衣人 阿菲天先生 他是奇跡生還 是可以走出院 是很少很少可以發生的 就是因為有這一幫 無畏無懼 秉持專業的醫護人員 所以我們前線醫護人員 不是男是王 我們是所有人都服務 所以經過 尤其是經過這幾個月 大家都看到我們的表現 在下一輪 政府也好 或者其他人 想推動一些所謂醫委會改革 要很多外地 和內地醫生來的時候 那就不是醫護反抗 是香港人你們都要反抗 支持你們的醫護 就是支持你們自己 我們是誰不會病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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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下面的人叫那個時代革命 我又想說說另一個話題 就是一些前線醫護人員 在這幾個月的心路歷程 其實我剛才說醫護人員是中立的 是什麼人都夠 其實某程度上 當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不是那麼黃 大家記不記得在721白三人事件之後 在7月25日或者26日 在伊麗莎達醫院有個醫護集會 應該是第一次 反送中之後第一次大型的醫護集會 他的口號是醫護屎麻一起同行 訊息指721無差別襲擊 我們是醫生、護士 我們脫下制服 我們都是香港人 你害怕的事我們都害怕 我們都害怕被無差別襲擊 所以我們就搞了一個集會出來 跟全世界說 我們會秉持專業不用擔心 當中呢 搞這個活動的時候 都有討論過我們的立場 叫什麼口號 我們專門有討論過五大訴求 和譴責警暴 我們結果是沒有這樣做 全部都是醫護市民一起同行 因為我們就是不想 令到有人或者市民 執法人員都是市民 覺得我們不忠然 會有不夠膽來求醫 或者不信任我們的情況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全包的 所有香港人 我們都支持 然後到八月初 就去到尖沙咀警署外面 有個女生被固代彈射傷了一隻眼 很多報道都說 她很可能會是一隻眼瞎了 那時候就有第二次的伊麗莎達院集會 那時候的氣氛已經不同了 因為很明顯 我們沒有可能 不跟我們的病人 一起感受到 他的痛苦 和擔心 那個病人 亦都是送來伊麗莎白醫院 我想很多市民 無論你是親身經歷 或者看電視 看報紙 你都知道外面的情況 是多麼危險 但我們醫護人員 除了都會逛街 和看電視之外 我們是親身接觸 傷病者的人 很多事我們不能說 因為是病人的私隱 但是這幾個月來 我們接觸得傷者越多 他們的傷勢越重 我們作為醫護人員 有同理心 是很應該的 是不是 作為一個普通人 同情這些的傷病者 亦都是很平常 尤其是 我們每天 都是親身接觸 去醫治這些傷者 我相信如果 反過來 大部份送來的人 是執法人員 或者他們的傷口很重 我們的同情都會去 執法人員那裡 但現在不是 醫護人員 是會站在雞蛋那邊 弱者 傷者病人那邊 哪裏多些病人 多些傷者 我們接觸得多些 我們同情他多些 支持他多些 都很合理 這個不是什麼 立不立場的事情 去到八月初 第二次的 伊利西八醫院集會 就開始有譴責警暴的口號 然後很快 就去到 九月二日 還是三日 全港 就罷工 罷課 集會 我都記得 應該都是 那麼上一時間 就有這個 在醫院管理局總部 也都有個醫護集會 那時候 我就開始聽到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去到十月尾 想不到 醫護人員 都要反抗 我只是想說 其實我們不是 有既定的立場 一開始 我們就要 反政府 其實我想 很多香港人 跟我們一樣 一開始 都是可能 要 理性分析 和平 等下有沒有獨立調查 可能件事不是這樣 但是 這麼多的月 越來越多事實浮現 在眼前 開始不是第三身 變成第二身 現在很多人都有第一身 這裡 吃過催淚彈的拍拍手 好嗎 我們很多人都有第一身經歷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們不站出來 不行了 我們不是要破壞些什麼 我們要保護自己 其實醫護人員 跟很多香港人一樣 都是很害怕 很擔心 我們做的這麼多事情 好像 很勇武 其實我們是很害怕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政府或者警方的暴力又升級 下一次受害的人 會不會是我們的親人 或者是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要團結 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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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用了很多時間 我最後想總結 就是 我想醫護人員可以怎麼反抗 不一定要做什麼 我覺得我們要堅守我們專業的底線 很多人說 你沒有受過槍系訓練 那你不要說開槍 那你沒有受過jip足球訓練 你不要看球 要不就 所以希望大家相信醫護的專業 亦都希望 有公權力的人相信醫護的專業 在你說 什麼什麼工作不用你教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說 醫護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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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說的 不是我說的 多謝你們 美麗的香港人 多謝你們